本月12号,尼泊尔奇特旺县发生山体滑坡 奇特旺县官员22号表示,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,另有37人失踪 6月中旬至10月初是尼泊尔的雨季 强降雨引发的洪水、泥汁流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每年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